我们不仅不能在枪头之下来实施 公投也要去处理的就是 联合国宪章两个国际人权公约 维护的第一条都是自觉权 但是人民享有自觉权的目的是 让他享有两大人权公约其他的核心价值 就像自由之家 他用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列举出来 当作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共守的最重要核心价值 所以公投的结果是要让更多人享有 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与生活方式 俄罗斯是民选独裁 因为他们有选举总统跟国会议员 但是俄罗斯是破坏民主的机制 因为他不让人民反对党享有公平竞争的自由 普丁透过不正当的手段 窃取无限连任的政权 现在为了维护政权 又对乌克兰实施战争行为 甚至于在他们占领地区 透过那个地区比较多恶意的乌克兰人 想要实施公投方式来改变现状 这种刺刀之下 枪头之下的公投 我们一定要谴责 那这个谴责的过程我们发现 第二次大战以后 为了妥协所建立的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 保障了俄罗斯 中国 中共国 这种俄军国家 胸有一票伙计权本身是荒谬的 所以历史的脚步 不断地要敲打自由民主国家 到底你们要怎么样维护 换卫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要如何去换卫 各个国家的人民 都有机会 享有 自由民主的现成秩序 生活方式 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不能再逃避 包括改革联合国的可能 必要的时候 要组建自由民主联盟 来让联合国的功能 降低消失 不要让中共 俄罗斯 能够在联合国 一个畸形的 不正当的局势之下 荒谬的演出 大家对他束手无策 另外呢 专注国家的选举 哪怕有选举 他们的当选力很高 代表告诉我们 他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 民主国家 正常的政党对决 要么就是多党执政 没有一党过半 像德国 很多 欧洲很多国家 根本都是 没有单一政党过半的 要么就是美国或英国 这种国家 他们执政党跟反对党的得票率 相对照来讲 大概能够拿到60%已经不得了 那么 欧盟有一个国家 我忘记哪一个 他们实施公投的门槛是55% 就可以 也就是够半 或者说50%多数 蓝美有些人会不服气 那规定 那就把它规定55%吧 55%就绝对多数了嘛 只是绝对多数不是设定那种什么三分之二的 三分之二就让三分之一拥有火决权嘛 那设置55%我觉得蛮合理的 那像俄罗斯枪头之下 枪杆子之下 的公投 如果得票率 投票率超过90%以上 那告诉我们 那是假的嘛 那是威逼利用之下的公投嘛 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到 专制国家常常利用民主的机制 在破坏民主的秩序 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共 中共 别想炮制俄罗斯的模式 因为 我对台湾人民相当有信心 哪怕枪头之下 要台湾人民投票去支持中共可能性 我觉得都为乎其为 反而要注意 中共会不会对离岛用这种手段 所以台湾的离岛人民 我觉得我们是很 很同情也很捍卫 他们享有自有民主的生活方式 那么 中共如果对台用这个手段 我觉得中共还有一个部分 他会很吃力不讨好 就是他不是民选独裁 他都极权专制 他根本没有 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人民投票的机制 所以如果他用俄罗斯的模式 占领某一个台湾的领导 或者占领台湾 让台湾人民实施共同方式 来并入中共 中共国 他自己都无法 无法自远其说 所以 我不认为中共敢用俄罗斯模式来对台湾 用共同方式来处理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要再一再强调 对付 威权极权专制扩张 只有用强大的武力来保 来做最后保障 然后呢 竟然要用 威权极权专制国家所用的 超限战的这种资讯战 认知战 我们要 舆论战 甚至媒体战 我们要全面回击 所以我主张 我主张 自由民主国家 应该用价值观 全面回击 专制社会 不管俄罗斯或中国 不能等到他们 动武以后再来处理 你说 乌克兰想要 哲林斯基说 他们想要回复所有师徒 问题是 哪怕你回复师徒 这个过程中 都是乌克兰人民 牺牲很大 你家园被毁 人民被杀 你被毁了 再收回来 那不是破坏两次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 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 我们也一定要避免 让台湾发生 像乌克兰的这种状况 还好 我对台湾又有更有信心的地方 就在 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 表现相当好的国家 乌克兰毕竟民主化 还不够成熟 它只是一个选举式的 部分自由民主国家而已 我相信 台湾还会 换卫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 决心一定更强 我也希望 台湾有更强大的 包括美国对台的支持 包括台湾的民心 能够更强大的防卫台湾 让中共 不敢对台动武 如果中共敢对台动武的 耐刹那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 一起出来反抗 前面的对台作战 想要 中共想要牺牲 前面一波两波三波 这些将士 他们能够晓得 自己可能会变成 威权政权 那种 所谓的 要成就他伟大 民主 互兴的美梦 的理想 要牺牲他们的生命 那么他们应该选择 投降甚至 抢头 倒转回来 而 处在中国 共产党政权 威逼利用之下的人民 如果中共敢对台动武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反抗 这是我很大的期待 所以 我呼吁所有 在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 想方设法 接触 各自所在 自由民主国家 不管是 美国 欧盟所有国家 纽西兰 澳洲 日本 世界包括韩国 大量去接触他们 然后呢 将你所了解的中共 提供给他们参考 我相信对于全球 自由民主 联盟 对中共极权政策扩张 一定可以带来 很多正面的效果 这第一个 第二个 2027年战争 是很多人的预测 那可能是因为 2028 又要选举 台湾又要选举 美国又要选举 那么 其实2024就要选举了 所以 如果预测 2027月发生战争的话 我觉得 大家还要再往前推 那就是2023的可能性 因为2023之后 2024 美国跟台湾 还有总统选举 所以 只要中共极权专制的 运作本质不变 那么 我们都无法避免 中共哪一个狂人 哪一个 就像今天 我在现在奥克兰 有人讲的 民主国家如果要对外战争 一定要结果国会同意 然后呢 专属国家 也许几个人 一起喝酒就决定了 甚至一个人就决定了 这种不理性的政权 我们无法去预测 有些人会喜欢问我 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 我说这没办法预测 因为理论上来是不大可能 因为他千疮百孔 他军队里面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避免 会不会有狂人 他想要成就他的所谓的 民主伟大复兴 成就民主伟大复兴对台动武 这本身的命题就非常荒谬的 对台动武是海峡两岸的华人的 森林同样的可能性 最严重的议题 怎么会有还有这种想法呢 所以 与其预测2027 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 不如备战 准备战争 以避免战争 竟然防止战争 如果中共真的对台动武 那我们如何去应战 那就是首发就直接打中南海 台湾的飞弹就直接打中南海 所以美国自由世界 应该要记取乌克兰的教训 不要等到俄罗斯群内乌克兰以后 再提供他很多武器 现在就应该帮助台湾 不止台湾 包括南韩 尤其是日本 甚至包括菲律宾 甚至包括澳洲 我现在来澳洲纽西兰 我就讲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美国有事 就是澳洲有事 那澳洲有事 就是纽西兰有事 所有自由民主国家 都无法逃避这样一个战争的后果 哪怕没有战争 中共的这种舆论战 宣传战 资讯战 认知战 资讯战已经在悄悄进行了 无声的战争已经在悄悄进行了 我在 我现在在纽西兰 他们也看到纽西兰 现在工党政府 受到中共的这种威胁利用 然后他们太天真 因为他们 他们处在一个太好的状况 不管自然环境 不管生活条件 都是非常好的情况之下 真的太单纯了 在自由自在标局出来 台湾是受到 中共媒体影响最大国家 但是也是抵抗力 反制力最大的国家 美国都是低 受到媒体影响低 但是反制力也低 澳洲没有受到这么大影响 他们已经觉醒 他们反抗的力量很大 抵制的力量很大 那乌克兰 不是乌克兰 现在我所在的 新西兰 他们因为国家 对中共的渗透 让这些自由民主人士 包括我今天讲座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讨论议题的时候 有几个澳洲当地的白人 特别提到说 他们现在政府本身 被虎化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不能说 因为讲座2027 然后前面就松懈了 反而是中共既然已经亮剑 中共既然已经露出了尿牙 我们也无法避免 在中共集权专制 体制没有变迁以前 它不会随时 露出尿牙 所以我们怎么准备 应付他们的挑战 西方之后的中国 不从事政治改革 那就是利用西方建立的市场经济 基于个人自由 尊重个人自由 尊重私人企业 尊重契约精神的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去发展他党国资本主义 再利用收刮人民的财产 就是说一般国家 人民劳动可以拿到那个国家 正常的是45到55之间的薪水 但是中国大陆的劳工只拿到不到20% 自己不到10%的那个整个产品的那个钱 所以中国剥夺了大量劳工 劳动成果 收刮以后再来做对内镇压 对外统战的工具 所以他提供给台湾的不仅是艺人 而是非常多的人 一个 融络他们收买他们的一种手段 就是金钱 那么这种 透过这样一个很大市场累积的 这种金钱的融络 它是有效的 而艺人是最容易被曝光宣传的 因为艺人本身就是洞见观瞻 其他人如果被收买 他可能静悄悄进行 回到台湾透过庙会 透过民间组织社团 或者甚至透过政党人士 企业来运作 比较不会被曝光 但是艺人很容易就曝光 说他们现在支持什么 支持谁 然后操弄民主主义 在这种情况之下 艺人他只是很多被中共收买 不得不去讲中共爱听的话的一群人 只是因为他是艺人 所以曝光 别容易曝光 大家知道 但是纵然他们去庆祝中国国庆 对台湾民心影响并不大 反正要说 中国这种大外宣效果 几乎对台湾来讲 效果趋近于零 对于中共要和平统一台湾 或武统统一台湾 效果可以所起的作用 为乎其为 但是他起的什么作用 他起的作用是 中国对大内宣 还是大内宣为了统治中国大陆那些 被以免的老百姓 让他们以为说 台湾很多人也支持一个中国 所以中共这种对外 大外宣然后的统战 他的目标还是维系共产党政权 然后中国人民被骗的傻傻的 所以艺人这样的宣誓 对台湾影响不大 但是对中国大陆同胞 对中国大陆被欺骗的 十几亿人的那个心灵 他是被污染被欺骗的 就像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一百万两百万站出来 中国大陆连学者都不知道 但是等到中共采用黑道 黑帮来制造暴动 来抓他们的时候 再把他污蔑说 香港人在那种独立 在那种暴动 所以中共军警镇压 维护秩序是正当的 这是他们操作的手法 那么这种操作的手法 既有对内有用 对外大家都知道 中共犯的反 黄宗一教授讲的 反人类罪 这种政权根本就是一个 本身就是犯罪集团 他对香港打压 对很多地方 包括新疆 包括西藏 包括法人工也好 维权律师也好 这些打压 都是利用反恐的名义 自己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所以我说 中共这一切做法 最后都是为了内宣 为了家长统治 为了维系政权的工具 但是重来如此 我还是赞成 我呼吁刚才冯教授说讲的 台湾的艺人应该要 想清楚 哪一天你这些记录 都会在历史留下来 哪一天中共政权变更 哪一天中共政权会倒台 而你的名声就已经被搞错 你的名声就已经变成一个 没有灵魂的艺人 你是一个 只是透过一个美丽的脸孔 获取利益的一个艺人 不是一个有精神内涵 有道德底线 有价值理想的 一个真正的 作为一个人的一个 神圣的 作为一个人的一个道德底线 作为一个人的 有一个精神信仰的一种 有道德有价值 终是真相 终是真善美的人 好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